好 接下来再看一下第三个要素 所有者权益 那所有者权益 单独去看 觉得他好像怎么说呢 文粥粥的 这几个字放在这感觉很有难度的样子 但实际上您可以理解为 这所有者就是企业的所有者 企业的所有者就是谁 老板啊 老板的权益就是所有者权益 先看定义 所有者权益 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 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 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又称为股东权益 好 那有权益说 怎么乍一看 有点眼熟啊 这个所有者权益是资产扣除负债之后 是不是跟咱们在前头 思考这个问题时候的内容是一样的 我们当时给大家推出来的这个式子 你企业拥有的全部的经济资源 是资产 然后呢 它等于什么 等于负债 也就是属于债权人的权益的部分 以及属于老板的权益 就是所有者权益 那我要是把这个等式给它一个项 我求所有者权益 是不是就是用资产减去负债 等于所有者权益 是不是就是咱们在这里给你的资产定义当中说的这段话 而你想资产是企业拥有的全部的经济资源 减去呢属于债权人的部分之后 那么剩下来的那点权益不就是剩余权益吗 是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 好 那后面又说 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又称为股东权益 如果说咱是一个股份制公司 那我们经常会去强调 它的股份 以及股东 有些时候叫所有者权益 有些时候叫股东权益 是一样的 不用纠结 好 我们看完定义之后 先别管所有者权益的来源 我们对应的来看一下所有者权益的确认条件 因为这段思路呢 跟刚才在前头提到的定义 以及回忆的这个内容 是相联系的 那它的确认条件 看一下 所有者权益体现的是所有者 你可以翻译成 老板 在企业当中的剩余权益 因此 所有者权益的确认和计量 主要依赖于资产和负债的 确认和计量 说白了就还是那段话 咱们企业 同共有这么多的经济资源 那有这么多的经济资源啊 我去分一分 说有多少是欠别人的 哇 这么多都是欠别人的 我们把所有的经济资源 扣去欠别人的经济资源之后 剩下来的这一点点 归谁 归老板 就是所有者权益 所以等于所有者权益 简单吧 简单啊 咱们的所有者权益 对于零基础的小伙伴来说 您在预科阶段 主要需要了解的 就是它的定义 以及后边的确认条件 很简单 那么再往下呢 我们会给大家表述一段内容 是所有者权益的来源 都包括哪些 这些内容 对于咱们现阶段 零基础的小伙伴来说 我们先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不需要在这里 给它完全记下来 因为所有者权益的 所有的内容 之后会在基础班次 第四章 讲所有者权益的时候 给大家一项一项 抠出来 一个一个去给大家讲 那现阶段呢 我们是一个预科阶段 那这块内容呢 您就大体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在此处 是不会把它展开的 具体的展开要到第四章呢 所以呢 在这里就大体知道一下框架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下 你说这个所有者权益 翻译成大白话是老板的权益 都是哪来的呀 第一个 是老板们自己投进来的 可以吧 好 可以 这是所有者投入的资本 那所有者投入的资本呢 实际上包含两部分 一部分叫股本 或实收资本 一部分叫资本公积 咋回事啊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在这里实际上 直接也给您对应到了 后面的会计科目 因为我们早晚都要见会计科目 现在呢 就稍微见识一下 好 那我们要知道说 老板们投钱的时候 比如说 咱们现在有一个企业 现在是 甲 乙 两个人 共同投资了这个企业 甲和乙 各自投资 一百万 那么此时 你就要去区分双 看看题目的表述 这是不是一个股份制公司呢 如果是股份制公司 老板们投进来的钱 就得寄股本 但如果题目当中 没说咱是股份制公司 或者明确告诉你了 我们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或者他没提公司的事 直接说假企业 一企业 只要没说它是股份制公司 非股份制公司的话 那么记得就是 实收资本 这两个科目 不会同时存在 这俩科目 对于同一个企业来说 它只会出现一个 要不然是股份制公司用股本 要不然是非股份制公司 用实收资本 这是老板们投进来的 记在注册资本当中的钱 那如果股份制公司 会发行股票 那块咱现在就不用管了 第四章当中 慢慢给大家去掰扯 好 那你看 贾和乙 他们一人投了一百万 建立起来这个企业 但您知道企业呀 它在初期去建立的时候 相对来说是比较艰难的 比如说 他们这个企业 经历了很多的曲折 在开办了两年之后 终于走上正轨 开始挣钱了 那一开始挣钱 这个时候 丁出现了 丁说 你们这个企业经营的很不错呀 我也想要投资你们企业 我想要啊 投资你们这个企业 我也投资一百万 然后挣了钱之后 咱们仨评分 那您说说甲和乙同意吗 那肯定不同意啊 我们俩啊 两年之前就投资了这个企业 我们跟着这个企业啊 吃了好多的苦 现在走上正轨了 挣钱了 你来了就要跟我们评分 凭什么呀 是不是 哎 这是人之常情吗 那现在这个丁如果就想要投资这个企业 然后以后挣了钱跟甲和乙评分 那么有没有可能呢 有可能 但他得多付出点代价 对吧 比如说 我们现在让丁去投资这个企业 但是他一共投的钱 得让他投一百八十万 这一百八十万当中 有一百万寄入注册资本 那寄到注册资本里头 你看 甲和乙丁三个人相当于是投资到企业里头的 寄到注册资本的都是一百万 那以后挣了钱 他们仨可以评分 但你刚才有没有注意到 我说的是 丁统共投资到这个企业里头多少钱 投一百八十万 而让他寄到这个注册资本里头的只有一百万 那剩下来的八十万呢 剩下来的八十万 是他为了投资而多投的钱 寄的是资本公积 所以资本公积 在现阶段您就记着点 资本公积主要是老板们为了投资而多投的钱 资本公积未来学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 他包含三个部分 对应三个明细 一个是股本溢价 一个是资本溢价 还有一个其他资本公积 咱在初级阶段 不会遇到其他资本公积 所以他呢就不用管了 就剩下这俩 那这俩呢也不是同时存在的 如果是股份制公司 对应的是股本 以及对应的是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 如果是非股份制公司 用的是实收资本 刚才我们在前面说了啊 对应的明细是资本公积 资本溢价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俩不是同时存在的 还是要看这企业是不是属于股份制公司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简单来说 咱们老板们投入的资本 包含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人家投资投进来的 寄到注册资本或者是股本当中的钱 对应的就是实收资本 或者是股本 还有一部分 是老板们为了投资而多投的钱 多投的钱 寄在资本公积当中 那资本公积里头还有其他的部分 但因为我们初级当中完全不涉及 所以您就不用管了 咱考试的时候也不会考 好 这是对于老板们投进来的部分 那除了老板们投进来的部分 是所有者权益的来源之外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些特殊的利得和损失 这个部分您听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在后面会讲到收入 费用和利润要素 到时候会再去仔细的说一下 这个利得和损失 到时候您会更加的清楚 现在你就记着说 根据会计准则 未在当期损益当中确认的各项利得和损失 会记在其他综合收益里 那我同学说 什么叫记在当期损益 什么叫未在当期损益当中确认 什么是利得和损失 我们在后面 在咱们的预科阶段都会给大家说到 但是现在先不说 因为咱们讲课的时候要给大家抓着主线 我不能给您到处跳 要不然的话大家没有逻辑啊 大家就记着点 这些内容我都会给大家讲到 就可以了 那再来还有就是留存收益 留存收益也是所有者权益的来源 那么什么叫留存收益呢 这个好理解 我们就拆个字看一下 留存 这不就是留下来的 存下来的收益 其实就是留下来的存下来的前辈 对吧 留存收益 具体来说还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盈余攻击 盈余攻击 您可以理解为 这是我们主动存下来的钱 你比如说 咱们这个月 说我发工资 发了八千块钱 我这个人啊 有一个良好的储存习惯 我发了钱之后 我先拿出来两千块钱 单独存起来 行不行 行 对于企业来说 挣了钱之后 主动的存下来的钱 就是盈余攻击 那你说 我现在挣了八千块钱 我主动存了两千块钱之后啊 我剩下来的六千块钱 是吧 我还完房贷 然后呢 我这一个月 有什么吃喝拉撒睡 行动坐卧走 然后再交分子钱等等 各种钱花完了之后 有没有可能说 我到了月末还剩了点钱 有可能吧 比如说我到了月末 哎 我剩了五百块钱 这五百块钱啊 我原来没有打算 主动的存起来 但我碰巧没花了 那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被动的 剩下来的钱呗 我没打算 要给他存下来 但只不过没花了 那这一部分呢 对应的是未分配利润 说咱这个企业 没有主动存起来的 那么我碰巧 剩下来的这点钱 那这是属于未分配利润 当然也有可能是亏损 你说 我一直到了这个月底 我这个月底 不仅一分钱没剩下来 我钱不够 还跟张三借了三百块钱 那这个时候呢 也是属于这儿的 未分配利润 所以看好了 留存收益 就是咱企业留下来的 存下来的收益 包括你主动存的 就盈余攻击 以及我们没花了的 剩下来的 这是未分配利润 当然也有可能是亏损 好 这是对于所有者权益的来源 的说明 包括老板们投的 以及呢 一些记录到所有者权益当中的 利得和损失 这个现在就了解一下 还有呢 就是我们留下来的 存下来的钱 这一块的内容 我希望大家在这里仔细的听一下我所讲的 但如果说您有一些更加细节性的问题 在现阶段不需要去得到解答 因为有一些内容呢 我们在预科班里头会给大家去进行介绍 有一些我们需要在未来的基础班次当中再给大家讲 还有一些我们在初级阶段压根就不会学 所以咱们在学习初级的知识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应该大体知道 您所学习的只是会计内容的冰山一角 首先 我们具体学习的一个顺序 这个顺序是有讲究的 这个顺序您就别管了 交给我 我来给大家一点一点安排 一点一点给大家展现 所以还没有讲到的东西 您不用着急 后面都会说到 但同时因为我们只是学习一小部分会计的基础的内容 所以您肯定会有一些问题 在我们初级阶段得不到解答 初级阶段压根就没讲 或者是规避掉了一些特殊的情况 甚至初级在某一些内容的表述上头是不全面的 但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初级级别的考试 我们给您讲课的时候也是基于考试的范围 如果说这不是考试的范围 或者是超出初级的范围 我们通常不会给大家多说 因为多说的话会增加您的这个负担 对您来说没有什么用处 所以希望大家了解一下这一点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给大家重点强调的 建议大家不用过多的去纠结 你说这个地方还有那种情况 那个地方还有那种情况 是怎么个情况 不用管它 这些情况太多了 就像大白菜一样到处都有 我们只管咱们考试的范畴 咱先把考试拿下来了 你说你终于在22年的5月份 我们高分的通过了初级考试 你之后有时间 你再慢慢去研究其他的内容 在我们拿下这考试之前 不要纠结于非考试性质的部分 好 这是对于所有者权益这个要素的说明 以及给大家稍微唠叨了一下 未来学习时候要注意的一些小问题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四个要素 第四个要素是收入 那我在这里特地强调了一下 它是一个狭义的收入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收入所涉及到的内容很多 包括日常的 包括非日常的 但我们在企业会计要素 收入当中所学习的 仅仅是狭义的部分 它仅是指 企业在日常活动当中形成的 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 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 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好 这个定义 我又快速的念了一遍 为啥不细致说呢 因为我打算结合着特征一起说 说完了 我们再回来继续看 因为这个收入的特征 又跟前头的这个定义的概念是一致的 因为特征是来源于定义的嘛 那么一起看一下 第一条强调的就是 收入是企业在日常活动当中形成的 一定要强调是日常 因为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 非日常的活动取得的那些收益 叫做利得 那么利得我们在后面讲 利润的时候会单独的去进行说明 一定要记着啊 咱现在学的收入是狭义的收入 只是日常活动当中形成的收入 非日常活动形成的 那叫利得 不是这里收入的范畴 好那肯定有学员会说 什么叫日常活动 我在这里给大家找了一个大白话的方法去进行判断 你就想咱现在如果是这家企业的会计 我们就看看这个活动 咱们在日常当中是不是经常有 如果经常有 我们可以靠着这个钱 就让这个企业持续的经营下去的 那这就是一个日常的活动 所对应的相关的收益 就是日常活动形成的收益 但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指着这种钱 去让咱企业经营的话 那这企业大概率得倒闭 或者我们的员工得饿死的这种情形 这就是属于非日常的 好比如说我们涉及到咱们企业 比如说是生产加工东小澳玩偶的 那我们生产完了之后 并且把东小澳玩偶卖出去 这是不是属于日常活动 那肯定的呀 我们这个企业不就是生产加工东小澳玩偶 然后往外卖的吗 这就是日常活动 我们通常情况下 主要的收入就是来源于此 其实涉及到这种情形 我们销售货物所对应的收入 通常情况下 我们直接对应的是主营业务收入 那咱们主要就是靠这个来取得收入的 这是主营业务收入 那再来 你说我们仓库当中啊 有好多材料 那我们现在也可以说 把这些材料卖出去挣点钱 行不行 行 虽然我们主要不是卖材料的 但我们卖点材料出去挣点钱 也是可以的 这也是日常的经营活动当中可以常有的 那再来你说我们有空在那的设备或者是厂房 我们把它租出去 每个月收点租金行不行 行啊 这也是日常当中都可以经常有的 这都是属于日常活动 只不过咱们的日常活动 对应到后面的会计科目的时候 我们还会具体再去说 我们有主营业务收入 以及其他业务收入 好那有同学说 那我怎么知道哪些是主营业务 哪些是其他业务呢 通常题目当中都会给你一些暗示 你比如说 如果我们是一个加工制造企业 或者就直接说我们是一个制造企业 那么制造企业的特点就是生产完产品之后往外卖 所以销售货物就是它的主营业务 对应的收入就是主营业务收入 但你说我们本来是生产加工东小澳玩偶的这种企业 好我们刚才说了 卖东小澳玩偶取得的收入是主营业务收入 但我们稍带脚再卖卖原材料 行不行 行 你可以卖原材料 但只不过这显然不是我们的主营的业务 所对应取得的收入就是其他业务收入 在初级阶段 我们不会单独的去学习很多更详细的那种租赁的内容 那只是一些简单的租赁啊 初级涉及到的都是简单的租赁 我们把这些设备啊 厂房啊 租出去啊 对应的这些收入 在初级阶段 对应的都是属于其他业务收入 因为我们主营业务 刚才不说了吗 我们生产加工东小澳玩偶往外卖 那其他的这些 包括卖材料啊 包括把设备等等租出去啊 这些是属于其他业务 对应的收入是其他业务收入 但实际上还有其他的情况 比如说 如果题目当中说 说咱们是一个咨询类的企业 都说了我们是一个咨询企业 那我们的主营业务就是提供咨询服务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相应的差别 这就是看题目去进行表述了 那又有同学说 那我们在实务工作当中怎么去界定呢 实务工作当中 你这个企业的营业执照上的会写明白你的主营业务有什么 这一块都是在实务当中会直接界定好的 但是咱们从考试的角度上 我就在这里唠叨一句 只要涉及到销售原材料 只要涉及到销售原材料 咱们在后面讲存货的时候还会说 这里就强调一下 只要销售原材料 取得的收入就是其他业务收入 这是比较典型的一种情形 考试的时候就是这么默认的 好 这里说完了 日常的活动 那日常活动所取得的相应的收益 对应的是这里收入的范畴 那除了日常的活动 还有非日常的活动啊 非日常的活动 就是那些很少有的 你如果指着这个钱来养活企业 可能咱就干不下去了的情形 比如说中奖 那你说中奖这个事 概率是不是很低啊 我们确确实实有可能中奖 中个五千万 我们能吃很多年 那也有可能这辈子都中不了奖 还没扛到中奖 我们就先倒闭了 饿死了 有可能吧 这是属于非日常的 那再来 接受捐赠 我们现在是一家企业 企业通常应当自力更生 自己挣钱 自己养活自己 你能指着别人来给咱捐赠 咱又不是红十字会 你说有没有可能别人给咱捐赠 有可能 但这种是属于非日常的 因为它很少有啊 那我们又不能说是 让咱们所有的员工 在咱们的公司门口 是吧 大家蹲成一排 跟前放个碗 接受别人的馈赠 那这显然不太可能吗 那我们也不能天天等着让别人来捐赠给咱 接受捐赠 它是属于非日常的 这是相对比较典型的情形 好 接下来再看一下 说收入是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为什么说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 你一看到所有者 你就可以脑海当中给他翻一下 翻译成老板 这就好理解了 好 现在你看 说咱们这家企业 这是一家 小心企业 那现在告诉你说 我们这个企业经营的真的是不错 为了扩大生产 挣更多的钱 于是咱们的老板 马晓鑫同志 又追加投资了一百万 那我就问你 老板投进来的这个钱 是企业的收入吗 显然不是啊 难道咱们这个企业自己不会挣钱 就指老板往里投吗 那这个老板通常来说也不会往里投了 这不是个无底洞 好 一定要看好了 老板投进来的钱记在哪 刚才在前都讲了吧 老板们投的钱应当记入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投入的资本记的是所有者权益 而不是收入 收入得是咱自己挣的呀 好 所以收入是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可以看看我们都有哪些收入 比如说我们今年有几百笔几千笔的收入 以及其他的各种收入 比如说把设备租出去啊 卖原材料啊等等啊 所有的这些收入 这是一个总流入 再来 第三个 收入会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增加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前头是不是有学习一个等式 收入减去费用等于利润 我们在前头是不是说 利润是属于谁的 利润是属于所有者的 利润最终会去到所有者权益 现在咱们假设费用不变 那如果说我们的收入增加了 是不是会导致利润增加 利润是属于所有者的 最终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 所以说收入会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增加 或者我们就是简单的结合着咱们生活当中的经验 来想一想那老板投资投这个企业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那你企业挣的钱取得的收入 是不是就是以后要归老板的呀 所以收入会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增加 怎么想都可以 好继续 提示 向银行借款不符合本特征 不属于收入 那么什么意思呢 你想如果咱这个企业现在跟银行去借款一百万 你一旦跟银行借款一百万 你银行账户上的钱就会增加一百万 银行会把钱打到账户上 但同时呢会怎么样 负债也会增加一百万 因为你现在欠银行的钱 不欠了一百万吗 好那这个时候所有者权益变了吗 所有者权益没变 因为所有者权益我们在前头是不是说了 它是一个剩余权益 在式子上表达 就是资产 减去负债 等于所有者权益 我们随便带一个数看一下 比如说资产是一千万 减去负债五百万 等于所有者权益五百万 现在告诉你我们跟银行借款 借了一百万 那你把式子带进去吧 那我的资产就增加了一百万 负债也增加了一百万 那这就是一千一百万 减去六百万 所有者权益变了吗 没变 还是五百万 所以在这里说 向银行借款 不符合这个特征 它没有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增加 它不属于收入 好 这是对于收入 特征 以及定义的说明 那我再次强调 咱们在要素当中的收入 是一个狭义的收入 那狭义的收入强调的得是日常活动当中形成的 一定要注意日常 那在这里您就是反向的知道说 注意一下哪些是非日常的 比如说像中奖啊 或者是接受捐赠啊等等 实际上还有其他的 但其他的相对复杂 我们在后续 逐步的给大家去讲账务处理的时候 涉及到的时候会给大家单独说明 在一开始学的时候 我们就学习一些比较好理解的 尽量的去计就可以了 好再回忆一遍啊 咱们收入强调的是日常活动当中形成的 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 因为收入是不是最终也归老板 好 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这是因为老板们投进来的钱 应该寄入所有者权益 而不是收入 好 再来就提示 我们日常活动当中产生的收入 通常包括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这两类是属于营业收入的范畴 这个地方又会涉及到后面财务报表的内容 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他们都是营业收入 这个部分就是先听一下就可以 具体的会计科目的应用 以及涉及到报表的内容 我们在后续的基础班里会给大家逐一的说明 现在呢 咱就是经常会遇到一些 怎么说呢 相当于是陌生人 咱就先去打个招呼 有个印象 混个脸熟 等到以后 我们具体的去认识他们 分析他们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我好歹见过 是吧 不是那么陌生 能够尽量的给您缓解一些学习的压力 所以现在 经常看到一些陌生的词汇 陌生的内容 不要害怕 这都是为了后续的内容的学习打基础 好 实际上到这儿呢 我们把收入的要素说完了 好 那看完了收入的定义和特征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收入的确认条件 这个确认条件 一共有五条 但是您不需要在现在背 我们现在就是简单的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因为它有一些具体内在逻辑的内容呢 需要等到后面学习第五章 收入费用利润的时候 在收入的部分给大家再去仔细的讲一下 在现阶段就是简单的看一下就行了 好 他说的是 当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同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 确认收入 咱们现在在最新的收入准则之下 我们确认收入的判断依据应当是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那你要说 什么叫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我怎么界定 好 这是第五章的内容 预科阶段的小伙伴 我们不要纠结 基础阶段 再去给您说 那再来 就现在这里头又强调说 得是合同同时满足这些条件 那啥意思呢 您比如说 咱现在是一家小新企业 我们生产加工冬小二玩偶 然后往外卖 好 如果说假公司压根没有跟咱签合同 我们直接给他送过去100个冬小二玩偶 然后我们就要确认收入 行吗 不行啊 为啥 咱不能强买强卖啊 你得说我们双方之间有合同 他要买咱的东西 我们要卖给他 我们有合同的情况下 我才能把东西卖给他 然后我才能确认收入 我不能强买强卖 在大街上随便蹬一个人过来 C给他一个玩偶 然后我就确认收入 行吗 不行 人家可能不给咱钱 好 所以得有合同 这里强调说 合同得同时满足这些条件 但这合同不一定是指制的 口头的也行 你说人家给我们打个电话 过来给我们订批货 也可以 但那个不重要 那不是咱会计的内容 我们就说 合同得同时满足这五个条件 这五个条件实际上很好理解 你看一下 说这个假公司跟咱之间签订了一个买卖一百个东小二玩偶的合同 那这个合同应当符合这五个条件 第一个 合同各方已经批准该合同 并承诺将履行各自义务 那如果说我们虽然签了合同 但刚签完假公司就给咱来电话说 哎 你不用给我准备那个一百个东小二玩偶了 我不要了 你千万别给我 你给我我也不要 那这时候是不是就不符合这一条 得是双方已经批准 并且承诺旅行各自义务 如果有一方 比如说是咱 咱说我不卖给你了 我不打算旅行这义务 或者是对方不打算旅行 那这个时候就不满足第一条 如果没有特别这样表述的话 默认是满足的 好 或者是提供劳务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抓关键词是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比如说咱的义务就是按时把一百个东小二玩偶给人家 我们的权利就是按时收到钱 那假的权利就是按时收到货 他的义务就是按时给钱 对吧 这也是合同当中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是什么 接下来 该合同有明确的与所转让商品 或者是提供劳务相关的支付条款 我在前头就给您说 对于会计来说 钱很重要 那现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那你说具体这一百个东小二玩偶到底是多少钱啊 假如说每一个是一百万 是吧 那这是相关的支付相关的条款 你得知道是多少钱 再来怎么付啊 比如说约定好了 得在2021年的12月31号之前 让假公司把这个钱打到咱们指定的账户上 具体这个账户是哪个银行的 这个户名是什么 以及账号是什么 都要给他写清楚 这得是有明确的支付条款 不能耽误了钱的事 好 再来第四个 该合同具有商业实质 纪律型该合同将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 时间分布或者是金额 那在这儿呢 即使是到咱们实际考试的情形 初级阶段 您只需要知道说啊 这个收入确认条件里头 有一条应当具有商业实质就可以了 它基本上不会去考察您具体的内容 你说什么叫商业实质 让你判断一下它有没有商业实质 不会考 连带中级都不会考 但我们在这里就是简单的给您稍微带一下 您大体知道一下就行 那你比如说我们把东小澳玩偶卖给假公司这件事 就具有商业实质 为什么 因为这个合同将会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 因为我现在把东小澳玩偶卖给假公司了 那么假公司就得按照100个 每一个100元的价格把钱付给咱 那一旦付给咱了 现在付给咱了 那我们就不用担心说 如果这些玩偶仍然在咱们手里 那未来能不能卖出去 能卖出去多少钱的问题 这就是改变了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 那我是现在直接收到钱 跟我未来具体 比如说我如果没卖给假公司 我是三个月以后还是五个月以后卖出去 能卖多少钱都不一定 这个时候它是改变了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 那也有可能是改变了时间的分布 那我现在卖出去 我现在就能拿到钱 或者是我没约定了 比如是两个月之后拿到钱 跟如果我没卖出去 未来有可能三年五年之后拿到钱 它都是有区别的 以及金额 但这里仅仅是说 改变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 时间分布或者是金额 你大体看一下就行了 并不需要掌握的特别的明确 因为你说到未来现金流量 那这是说 未来什么时候会收到钱 收到多少钱 但它更加细致的表述呢 是要到终极以后才学 所以您就大体听一下就可以了 那简单理解不就是 我这个货换成了钱 那它的情况不就不一样了吗 它具有一个商业实质 那反过来说 如果说不具有商业实质呢 比如说 我们现在拿100个东小二玩偶 去跟假公司 换100个 长得一模一样的东小二玩偶 咱也不用说它为什么这么办 我们就说有这种极端的情况 那这种呢 通常就不具有商业实质 为啥 因为我这100个东小二玩偶 换了100个 长得一模一样的来 那未来 我比如说 我三个月之后卖出去 那么它该是多少钱 还是多少钱 并没有为我们企业 有什么其他任何的改变 这种是不具有商业实质的 但是像这种 特别极端的情况 是极少的 您了解一下就行了 实际上在初级阶段 完全不需要您去了解 具体商业实质的判断 到终极之后 也是简单说明 筑块会计当中 基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 会说的相对来说 更加的细致一点 但初级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您只需要知道说 应当具有商业实质 就可以了 第五个 企业因为客户转让商品 或者是提供劳务 而有权取得的对价 很可能收回 那你说 我们跟假公司签了这个合同 我们把货物发给他了 那么 只要题目当中 没有单独说明 说这个什么假公司 现在经历了什么经济危机 那么大概率 没有办法还咱钱了 有这种表述的话 那就不符合这一条 相关的对价 没有达到很可能收回 我们不能确认收入 如果没有这样的表述的话 一般来说 都是符合这一条的 对价 很可能收回 好 所以在这里头 我们看一下 收入的确认条件 您需要掌握的 这个合同应当同时 满足的五个条件 我们大体的去记一下要点 第一个是各方已批准 并承诺旅行 第二个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个 有明确的支付条款 第四个 具有商业实质 就知道这几个字就行了 第五个是相关对价 很可能收回 那这是这五条 但这五条 首先您确实不用单独的去记忆 其次 咱们在做题的时候 只要题目的表述里头 没有给你明确的表述出 不符合哪一条 比如说明确表述说 哎 这个客户 他现在有经济困难 很可能没法给咱钱 那这种表述体现了不符合 对价很可能收回这一条 如果没有明确的表述出来 哪一条不符合 默认的是都符合的 好 这五条 大体看一下 如果您还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呢 我们到第五章的时候 会再详细的说一下 但是详细说的实话实说 也是有限的 因为初级涉及到收入的内容 讲的是非常浅显 内容也是相对来说很有局限性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道多选题 下列各项当中 符合会计要素收入定义的有 A选项 工业企业销售原材料 那我们说 这工业企业 它通常也是加工生产产品 然后往外卖的 它的主营业务应该是销售商品 现在销售原材料 这属于它的其他业务 但是其他业务 也是它的日常当中可以经常有的 那可以经常有的 这是属于日常的收入 符合要素收入的定义 4S店销售小汽车 那4S店主营业务不就是销售小汽车吗 这是它的主营业务的收入 也是日常当中常有的 是日常的收入 符合要素收入的定义 C商贸企业销售商品电脑 那么什么叫商贸企业 商贸企业指的是它自己 基本上不加工生产 它就低价买进来产品 然后在高价的往外卖 就是这么回事 那这种情况下 商贸企业 它低价买进来这些电脑 然后在高价往外卖 这实际上也是它的主营业务 它就是往外去卖这些商品的 好 无法查明原因的现金易语 无法查明原因的现金易语 属于现金清查的内容 我们在后面会给大家讲到 您在现在呢 我就基于我们当前的知识来想一想 说这段话说了个什么意思 说的是咱这个现金 突然之间多了 易语叫多了 而且是为什么多的呀 不知道为什么多的 你猜一猜 这件事属于日常的吗 它显然不是日常的呀 谁家的这个钱 能自己随便多 天天多 经常多呀 那他如果这个钱 他能自己生钱的话 我们就在家躺着了 是吧 小新老师第一个躺在家里头 坚决不起来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那咱这个放钱的保险柜 也不可能是聚宝盆 这种显然是属于非日常的情况 那非日常的情形 它是符合收入的定义吗 不符合 非日常取得的这些收益 属于利得 而不是要素当中 收入定义的范畴 所以在这里头选的是 A B C 三个选项 好 至此 我们给大家讲完了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还有收入 四个要素 后面还有费用和利润 那咱们本讲的 先讲到这里 下一讲再继续给大家去解释要素的内容 如果您想要跟其他的小伙伴们 一起进行更多的学习交流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我们在微博当中一起互动 好 我们下一讲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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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